太后驾到 太后咋来了 太后咋来了 这 这 朝中议事 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 怎么 本太后来了 就都不说话了呢 就是为那封信吧 老夫一人的面子是小 江山社稷 黎明百姓的生命却是大事 陆大夫说得也是 也许是他们的本土风俗呢 你现在要是去打他 他还觉得委屈呢 就依左丞相所言 回莫读一封信吧 陛下 你看这封信怎么写呢 三朝令义吧 慢 你对付本太后 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怎么治理国事上 就不行了呢 御使官 臣在 本太后口寿 你就笔录吧 串于不忘本太后 赐之已疏 实感欣慰 只是本太后 已年老气衰 发尺脱落 行步不便 陛于何必自污 今备有御车两胜 奉以长驾 大汉要抓紧操练兵马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等屈辱之仇 终需要报的 太后圣明 此仇必报 我大汉与匈奴接壤的河东地 是片肥沃的土地 莫独趁我楚汉相争之机夺了去 竟变成了一片草地 这才是我大汉的齐齿大辱 臣等民客在新 定要报此夺土之仇 周太尉 微臣在 诉下令河东郡及代国燕国 尽快增加骑兵数量 抓紧操练 做好对付墨毒的防御准备 太后圣明 张丞相 张仓不知凡夫人到此 恕张仓无礼 都是自家人就不必多礼了 夫人 屈尊来此不知有何吩咐 哦 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呀 丞相一去代国也多年了吧 对了 丞相和四皇子离开长安的时候 我家樊小 才这么高 到如今 她都已经长成大姑娘 挺挺玉丽的了 哦 是 是啊 日子过得真快呀 不知伯夫人和四皇子 在代国一切可好啊 都好 都好 多谢夫人惦记 你说他们离开长安也多年了 就不想着回来看看 丞相此次回到代国 一定替我问候伯夫人和四皇子啊 一定 一定 哦 对了 我家樊小 他最惦记四皇子了 老臣一定把姓带到 往得来 太后 太后叫瑞儿来 有何吩咐 瑞儿 你瞧瞧这个 太后 这 你别不好意思 凡是被招进宫的宫女啊 哪个监管没让他们看过这些 宫女要服侍君王 不懂得这些可不够格啊 太后 若儿不懂您的意思 如今黛王长大了 等他从云中俊寻室回宫 我想啊 该让他娶嫔妃生子了 要不是张丞相从京城返回来提醒我呀 我还想再等他两三年再说呢 黛王年龄不大 又是黛国的郡王 晚点懂这些 治国精力更集中些 对黛王本人 和封国的黎明百姓都有好处 太后让若儿怎样服侍代王都可以 可是 若儿出身低微 不敢多想别的 能伺候太后和代王就知足了 出身低微怎么了 我当年还做过知事的宫女呢 干的全是粗活 从颜黄到大汉 我们的祖先 哪个不是以耕耘为业 劳作为荣 有几个是天生高贵的血斗啊 女人哪 只要贤德 细心体贴 必什么都金贵啊 太后 芮儿一直跟着太后 从长安到代国 芮儿知道太后心地善良 常无以为报 芮儿愿意听从太后的一切安排 虽干脑涂地也死而无怨 好了 好了 没那么严重 我知道芮儿的心 所以才把此事交托给你 这件事情 代王并不知道 你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 代王她 太后 您不用担心 无论代王怎样对待芮儿 是不是有什么名分 芮儿都想得明白 来 你比代王大几岁啊 五岁吧 五岁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那芮儿退下了 我倒下了 赵芮儿 我倒下了 我倒下你 焉儿 你可不是 咱们可不能卷入 长安那些争斗 不能跟吕杏仁占上什么瓜葛 为了你 母亲只好这样做了 姐姐 你怎么了 还不是 为戴王 你怎么知道的 丞相都跟我说了 你是怎么想的 这些日子 我看了戴王读过的书 记过的笔记 我断定 他一定会成大器的 所以 我们千万不能跟吕家纠缠在一起 那你说 该怎么办呢 一是装傻 二呢 我认为 要抢在前面 可是赵帝 恐怕恒儿这孩子他还不懂 没关系 男人的事我来教他 说什么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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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呦 呦 呦 这不是陛下身边的大红人吗 怎么这么有空像条懒狗似的 趴在这儿晒太阳啊 这不是高太后最中心的疤吗 怎么今天跑到我这儿来找谁啊 我这个疤啊是装为啃骨头来的 为的就是啃你这块贱骨头 啃我这块贱骨头 我有什么好啃的 我这身上啊 除了骨头就是一身的肥油 是啊 虽说我们都是锦衣玉食 好像有想不完的荣华 其实谁心里都知道 我们只不过是主子身边的一条狗 我们能得到些恩宠 凭的呀还不是我们的顺从献媚 玉儿姑娘 你是无事不登门的 有什么话就说 你该知道吧 辟阳侯先被陛下囚禁大狱 朝中上下 包括长安街头的百姓都在议论 说是你向陛下敬得谗言 我向陛下敬得谗言 我一个靠给陛下挠痒痒 醋狙取乐的黄门 有这个狗胆吗 真是太抬举我了 太抬举我了 别嚎了 一个大男人真丢人 那太后要我做什么 这关太后什么事啊 是我自己来找你的 哦 不管太后的事 不管太后的事 那你来 你也不想想 要是辟阳侯真被陛下给杀了 太后能给你好果子吃 你要是放聪明些 到陛下面前为辟阳侯求个情 陛下若真因此放了辟阳侯 太后能不容宠你 到时候啊 你就会得到双倍的容宠 我明白该怎么做了 请太后 不 请玉儿姑娘放心 我一定 会使出吃奶的势办的 这是太后赏你的 是为昨天你在常乐宫 那个药子翻身旧居 太后说了 当今天下 怕是找不到第二个 像你这么会猝居的人了 请替小人 谢谢太后的厚爱 我可是等着看你那吃奶的劲 到底有多大了 放心吧 你会尝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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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官一定欲出两种的马 能打胜仗的马呀 选马不是为了好看 是要看它有没有耐力 实力 爆发力 也不要光在你云中俊选 要到全天下去选 哪里有好马就去哪里选 有了两种马 还可以杂交 繁殖 好马越多越好 扩大你的军马场 有了更多的好军马 才能强国顾边 放手去干 本王会剥些扩大军马场的钱粮给你 那 谢大王 怎么了 走了这些天 你怎么回来一绝一拐的呀 骑马摔了一下 你马骑得那么好 怎么会摔成这样 来来来 我看看 没关系没关系 好多了 怎么摔的 航儿想试试军马场的马 能不能跑过匈奴马 没想到那马越跑越慢 没跑多久腿就没劲 遇到一个小徒坎 一下子就把航儿给抛到老远 这可是件大事 要是军士们都骑着这种马打仗 那可不就 是啊 昂儿这一路上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这可是强国顾边的大事 这可不是一两天就能想清楚的 先不说这些了 昂儿 你如今是大人了 大人呢 就要懂得做大人的学问 民间的大人是靠父辈口寿懂得的 而生在皇宫里的帝王之子呢 要懂得做大人的学问 是靠宫女和皇门们亲生传授 自然了 你舅父也会讲给你听的 好了好了 你累了 先回去歇息吧 还有一些奏都没有批阅 要处理完了才睡得着 好 昂儿 大王初询期间 我方看了大王阅读的书目 唯独少了这一部 好 这是一部什么书 谢舅父 我一定会仔细阅读的 此书的读法 与别的书有所不同 要边读边学 边学边读 这么什么书 戴王治理这么大的戴国 日理万机 必然常感 身体力倦 不过没关系 只要读得得法 身体力行 就能够神清体贱 那如何才能得法 一有心正 二有势力 是什么礼呢 天地之间 阴阳而合 阳得阴而化 阴得阳而通 一阴一阳 交合而行 你还是回寝宫去吧 瑞儿正在挡着你 她会将你读这本书的 还是瑞儿命好 如今要侍奉带王了 是啊 这可人儿的命 还真说不定呢 来了来了 妈 来了来了 躲起来躲起 走 你们吓了我一跳 来来来 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月儿今天穿这么漂亮 是要干什么去啊 刚收娘子了 好了 快来 快 一拜天地 好了 好了好了 求你们别再稀弄我了 今日求我们 明日啊 就该骂我们了 还不会呢 我们都是好姐妹 我怎么会呢 谢娘娘 奴婢这乡有礼啦 有礼啦 你们还敢取笑我 讨厌 讨厌 快快快 来 哎呀 哎呀 还在招的 还会 那么危险 б 这天下之道坛 的确学问不浅 不浅而且丰富 带王 今日可上朝 今天就不上朝了 张丞相 本王终于懂得造人的道理了 是的 带王 当年老臣就讲过 等带王长大了 活力够了 生命之神就会降临到带王身上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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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我们的带王 有多少天不临朝呢 有 母亲想说什么呀 都怨我 你看看你 你都变了一个人了 在跟瑞儿之前 我们的带王 是整日精神异议新在朝政 一有机会就走进县查明清 母亲看着 都替你感到高兴 可今天呢 一个君王 居然是整天流眼泪打哈欺 多少天都不临朝了 母亲 你不是说 让河尔懂一些大人的学问吗 不光母亲说 还让舅舅和瑞儿教我 所以说 都怨我 可是母亲有什么办法呢 吕须又托人带信来了 吕须又托人带信来了 让你去反响 你愿意吗 不 除了瑞儿 我谁都不要 所以啊 嗯 如果你想跟瑞儿结婚 她就是你的人了 日子长着呢 你就不能结这一些吗 母亲 那瑞儿是宫女出身 特别会伺候衡儿 宫女出身 你以为宫女都是淫乱女子吗 那当然 那宫女 不就是供君王享乐的吗 嗯 亨儿 你太放肆了 母亲 你母亲我 我还做过宫女呢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母 母亲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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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母亲 你 恒儿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孤身一人守着恒安 实在是太苦了 恒儿还这般气你刺伤你 恒儿 真是太魂了 恒儿 有的事情 母亲 母亲也能够理解 你年轻 写热 体力旺盛 也成为大鱼淫了不离朝政的君王啊 母亲 你惩罚恒儿吧 恒儿 你要是恶心不改 自有上天的惩罚 母亲 恒儿 恒儿已经尝到上天惩罚的滋味了 你说什么 母亲 从小到大 母亲从未打过恒儿 现在又将恒儿拒至门外 恒儿真是又急又怕 就想 这就是上天对恒儿的惩罚 母亲 恒儿 快起来 母亲 母亲 恒儿 上天的惩罚 谁能知道 只是 你是为人君者 要天下臣民守法治愈 自己就应率先垂犯 是的 君王要比臣民做得更好 否则天怒民怨 国将布国呀 老金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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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陛下能否答应 你还没说什么事呢 朕怎么好说答应还是不答应 不 陛下不答应 我就不说 好 你说吧 什么事 现在 长安街头县尾都在议论 说屁阳侯被陛下抓进大狱 是小人出的主意 你管那些市井小民说什么 这事跟你无关 太有关系了 屁阳侯是高太后的宠臣 这点天下无人不知 要是陛下把他杀了 那高太后也会把我杀了的 因为小人是陛下的宠臣 高太后报复心最强了 陛下不是不知道的 赵王欺负人他们 好了好了别露哩巴说了 陛下 反正小人知道 小人是没几天好活了 小人连命都没了 还留着这双手有什么用啊 反正再也不能给陛下挠痒痒了 陛下保重 就让小人先剁了这只手吧 你这是干什么 陛下 朕的心已经够乱了 等着想好了再告诉你 陛下 手没几天 手没震疼吧 手没震疼吧 陛下的手要是疼了 小人的心更疼了 下侯叔叔 陛下 快快免礼 来人 快上茶 快 陛下 这气色可不大好啊 朕越是做了皇帝 这说心里话的地方 就越少 如今 也只能在夏侯叔叔这里 说说话了 陛下 坐 坐下谈 陛下 有话尽管说 小侯叔叔知道 朕打小就有病 本不想做皇帝 可母后偏让朕做 朕做了几件皇帝该做的事 他就受不了了 大臣们也受不了了 给朕送做毒的越来越少 给母后送做毒的越来越多 这且不说 连墨毒 赵佗 都欺负到朕的头上来了 他们不朝朕 却直接去朝见母后 这也难怪 母后就是有那么大的威严 那么大的气度 就说墨毒吸毒母后这件事 要是交给朕来吧 这还 威严气度 那可不是凭空来的 太后是什么人 她经过多年的战乱 受过牢狱之灾 那是什么牢狱呀 一个大铁笼子 把太上皇和神典克 两个大男人和太后 当年那个年轻的女子 一起关在里面 一关就是两年零八个月呀 他们也有病有灾 也要拉屎撒尿 女人每个月还要来一次月红 那是一般人都熬不过来的呀 可她正是熬过了一般人熬不过的凶险灾难 她才有普通人没有的气度 她才能不偏不离的 按照先帝的办法来治国呀 母后事不容易 可是她跟神典克 老臣知道 这才是陛下的心病 可陛下知道吗 他们的事 从沛县出来的老臣都知道 太上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连先帝也是装不知道 陛下 太后和先帝虽是结发夫妻 可是先帝那么多年在战场上纵横厮杀 真正陪伴太后 冲风险 坐牢狱 渡日月 包括抚育陛下和鲁元公主的 都是神典克呀 现在都老了 先帝也去了 他们断得了吗 你又让他们怎么断呢 难了 真难了 夏侯叔叔知道 自从那次惊吓之后 朕的心里一急 满心都乱 这些天 朕的心真累 夜晚睡觉 满身都是汗 老臣 只想奉劝陛下 龙体要紧 太后才是最疼最爱陛下的人 陛下要让她高兴 而陛下也高兴才好啊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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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儿 哎呀 快 起来起来 从那么老远的地方回来 累了吧 您也是 要回长安 为什么不提前通胖一生呢 哎 本来也没打算回来 可是最近淮南国净出事 出什么事了 就是三姨母啊 哎 谁想得到啊 她带着樊晓 突然就跑进我宫里来 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 就向我提前 大臣们看到又矮又胖 还满脸麻子的樊晓 虽然使劲憋着吧 但是还笑声一片 哎呀 母后 长儿不干 不要那么多人笑我 母后不笑 母后不笑 母后 你 真是 这也怪你啊 长儿怎么了 长儿 你看你 长得虎背熊耀 人高马大的 你说 哪个女人敢 哎呀 好了好 多怪那个吕虚 嗯 太后 沈大人到 已经 怎么弄成这副样子了 陛下 陛下真是的 身体无大碍吧 母后 长儿大老人跑来看你 你这就不理长儿了 你看沈大人刚遭了难 长儿 不如你先下去歇息啊 好 你要是看不上樊晓 就不娶 母后替你做主了 哼 哼 他走呢 他活该 哼 我要是二哥 我就看 放肆 一斤 让你受苦了 父皇 孩儿品生 虽无大志 但自父皇 将江山社稷托付孩儿 孩儿还是兢兢业业 尽量做到 守夜有成 负过安命 可是父皇 孩儿毕竟 生性愚钝 有身患疾病 我纵然 尽全力于国政 还是常敢力无从心 而母后 母后却如高山流水般 轻易就将治国平天下的事 丸于鼓掌 父皇 还真不想当这个皇帝了 这是天意 我父皇的在天之灵 宽恕 孩子都无能吧 陛下快到常乐宫去看看你母后吧 他那么大岁数 又整日为正事操劳 累得心口疼得病又烦了 都吐血了 不会吧 母后向来身体都好 可不同于一般人呢 陛下忘了年纪不饶人的老话了 何况你母后她还是个女人 算姨母啊 刚去常乐宫看过你母后 光昨天她就吐了半盆子的血呀 真的吗 难道三姨母还能骗陛下护城 我还能骗陛下护城 我还能骗陛下护城